3 2 1 走 今天我们要吃汉堡 好吃的汉堡哪里找 看见路口往里跑 艾夫杰尼带我们找 对 让我们有请艾夫杰尼 刚才那段拉胯的表演 不是我教他们的 他们是自学 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还是对你们表示热泪的欢迎 所以说给你们带着见面礼 大蒜和茶 哇 那样的吉祥物 但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吃的东西 如果你俩这个都配得上 那是佩服 那没有办法 我们两个本来想的说 今天说一段 然后回头就去参加一些说唱节目 结果我俩说唱节目 肯定是进不去了 但发现你已经准备进军美食界了 是不是 我没有 我一直是美食界 我underground美食界 那今天你是要带我们吃的是 其实自我为rapper 最必备的一个美食 那就是burger 汉堡 rapper 和burger 其实这是纽约东边最好吃的汉堡 但西边就不说了 好吃的小汉堡 走吧 go 终于来到了北京 Shake Shack 在其他地方吃过 我在纽约吃过 我在上海吃过 才来北京我是一次都没来 就等着你们俩 今天要看你们怎么结合 这是我的 好 这是你的 特地准备了黑茶 来给你亲自泡好不好 嘻哈茶 嘻哈茶 这是我第一次泡茶 你平常不喝茶 我平常喝咖啡 我爸爸喝茶多一些 你平常吃生蒜吗 必须吃生蒜 新疆拌面嘛 新茶就一定要吃生蒜 今天主角主要来尝一下 他家的汉堡手机 他的汉堡的口感 我形容不出来 我想到你们吃完了第一口以后 来个最直接的汉堡 为什么会有口感得一说 我有一次就尝大家那麽 我去觉得它面包里面有土豆味 它的汁会包在那个里面 反正现在吃之前 仅仅已经把我们的期待 拉到这么高了 哦 我去抢仨了 我去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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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确实果没问题 没问题 先帮你们调配一下水漂 满满的芝士 招牌双层牛肉堡 来这一定要吃的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 好沉 然后这个手感很软 就是一定要一个手就hold得住 因为在美国很多drive through drive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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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驾驶穿过 太早了 就晚上太早了 开车的时候 上班的时候 一定要一个手hold得住 这个演唱的特色 整块都是一块蘑菇 女孩子我觉得啊 先来就来这种 啊 你牛肉我蘑菇 好的 什么时候吃Shake Shake 我跟我的好朋友看完一场 特别喜欢的一个rapper的演唱会 然后再去吃一个Shake Shake Perfect Day 我怀念是我的青春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汉堡的 我小时候六年级的时候 我们觉得录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说长大了 去大展市吃汉宝宝 我先吃了 先吃为敬 来说的那是什么 就是跟朋友看完演唱会 吃的那味道 现在就差一场演唱会 我跟你说我最喜欢就差那个面包 有那种土豆泥的味道 土豆泥 说的我特别好奇 这个面包有土豆泥 听着特别好奇 好 先咬一口它的皮 你还不吃你不着急吗 我着急 那我们俩尝一口吧 嗯 你让捏一下 把汁水挤出来再来 挤出来 确实不一样 很滑嫩 很嫩这个面包 我尝尝啊 这个面包皮是有点 它是糯的 对 那种糯糯的感觉 这个炸蘑菇绝了 绝了哈 它是一整片蘑菇炸完了之后 但是又保留了里面那个汁 我觉得你是我见过的女孩里面吃东西最爽看的 哇 就爽 绝了 是绝了 看你吃东西也特别爽 我每次吃完毛的时候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踏实的感觉 嗯嗯嗯嗯 有时候我们出差很久 回到北京之后 第一件事情 点了两三个汉堡 瞬间觉得踏实 就扎实了 就烙地了那种感觉 它很常见 但最能解决的还是它 你们要不要尝这个波浪的小薯条 好 一定要占着芝士 它的芝士很绵绵 你的词语很专业 你们形容这个词语很专业 这个汉堡怎么形容一般 过 过 这个汉堡是两个群 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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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试一下 没有 行 我陪你 这样 好吃了 是吗 好吃 我给你开玩笑 二费 哎 我觉得OK 你还没吃呢 你不要像个油肉肉肉的人 我开玩笑 不要那么狠 我还记得两点 我吃这个汉堡配蒜的理由 绝不是因为我想尝试它的味道 而是因为我不想忍受 你俩一会跟我说话 那个气味你知道吗 宝贝 还有没有什么就是rapper 平常这些练习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我原来是学 sound design的声音设计 很多电影没有实录的办法 它怎么样去录到 一个直升机的声音 我靠近 公布就直接来了 空调外挂机 它也是螺旋 也是讲 你知道 你说我拿刀 我同的人 你还真求同的人 你当然要捅相同的材质 布料 衣服 其实但是我又利用它用来说 我音乐还是就降为打击 他们在训练的时候 不是我们想到的那种单纯的 就是说练练词 怎么押韵 就其实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 就是我们是在训练人的一个 形容事物的表达方法 假如我给你一个词 你先给我词上去的 我端着一杯香槟 前去前面 你这不是很无聊吗 这高个你香槟用来和我跟你相亲 就这个形容词一定要很 让人觉得有画面感 那就形容一个事物的具体的想法 那我们玩一个freestyle freestyle怎么玩 其实就是我们积累大量的一些词汇 硬角 还是要积累 要积累 积累多了以后 你形容起来比较有名 我们其实平常说话特别喜欢压运 就比如说 我说这个冰淇淋很甜 因为我吃起来很黏 但这个不会让我留恋 留恋 我需要一个美女求战 希望在一起的时间能够无限 无限是单一啊 双压特别难 难吗 不用反应了 这个东西也就难了 太难了 不要求戒 不要求戒 求电 求什么电 你还在想吗 我帮你想吧 求电 你自己想吧 走吧 我自己呢 我发了一首单曲 真的假的 人生当中第一首原创 但当然我是淘宝买的 看这首歌 我尝试一下啊 这个浮漏我第一次见 还是见的少 每次吃饭点餐前 感赞观众加下来 一定吃到肚子圆 每天生活都会甜 每天生活都会甜 你记得吗 你曾经夸下海口 你要说Shit Shack 如果开到了北京 你就 就要去跳一支舞 舞 我什么说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下的hack 位置也要做完 不是是 要高一点 这个手要高一点 高一点 然后那个腿大概要到这个位置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一下 点击小铃铛 可以及时获取最新影片哦 叮叮叮